嗨大家好我是Nik 新的一年呢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我在區塊鏈產業工作的一些投資故事 這幾年呢 我待的公司都是關於區塊鏈交易的一些產業 我主要的工作呢 是軟體工程師 負責整個網站的前後端開發的相關技術 所以呢 我從場外交易啊 一路到幣幣交易都有一定的相關經驗 既然身處這個行業 投資虛擬貨幣自然更是容易的事情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關於我在區塊鏈的世界裡 曾經賺到台幣1000萬的故事 時間回到2017年 當時我在北京工作 那個時期呢 也是區塊鏈在做ICO的全盛時期 這裡簡單科普一下 ICO就是Initial Coin Offering 它是有點類似從這個證券界的IPO演變而來的 簡單來說呢 就是首次公開募資 以一些早期的那種創業項目呢 會希望有投資者灌溉資金進來 然後看這個題目呢 能不能一起賺到錢 當時因為區塊鏈的題目火紅了 所以就有很多服務啊 或者是交易所 套上了這個ICO的概念 加上ERC20的這個Token代幣呢 人人都可以發行 因此當時2017年呢 只要有了白皮書 一個募資平台呢 就可以開始募資你的ICO 那也因為當時早期有做ICO項目的一些交易所啊 或者是一些服務 他們出來的幣呢 基本上都翻了幾十倍幾百倍 甚至更多 也因為這樣子後面出現的ICO 人們就會有幻想嘛 就會有那種FOMO的情緒 會想說我會不會跟之前一樣可以賺到這麼多錢 所以當時在北京工作 大家有在幣圈的這個氛圍呢 都會想要趕快搶投任何一個有可能ICO的第一波 那你聽到這裡會不會覺得跟最近的這個NFT有一點點的像 但說到這邊呢 NIC我不是因為投資了這些ICO而賺到了這個1000萬台幣 反而有趣的是因為我有了台灣護照的獨特身份 當時的我呢 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小綠本 除了可以出國以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用途 更沒有想過 它會是我拿來賺錢的一個契機 當時因為中國是對ICO進行監管 那這個監管的禁令發佈下去之後呢 有很多海外啊 其他國家的項目 是針對中國禁止ICO的 那在區塊鏈上面到底要怎麼禁止呢 也讓海外這些項目呢 開啟了白名單的時代 如果你要投他們的ICO 必須先填他們的表單 然後讓你的以太坊的address呢 成為了他們的白名單 在他們公開發售的時候呢 你才能進行投地 以我當時在北京工作的經驗 我的一些同事都跟我講說 只要是中國禁止的東西 就一定是好東西 因為禁令呢 等於變相的把ICO炒到一個新的高度 畢竟大家情緒就FOMO了嘛 啊中國人竟然投不了 這時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美國當年的淘金熱 淘金呢不一定是最賺的 因為你必須得冒風險啊 進去那個礦坑 你必須還得買鏟子 甚至在大熱天 你有很可能在那邊熱死 但很神奇的是 在淘金的外面 賣鏟子跟賣水的 反而是最賺的 於是呢我左思右想 我就突然想到 欸? 我就來賣通行證啊 當時呢我在幾個 微信的币圈的群組裡面 我就提出說 那不然這樣子 我剛好很神奇的 有一個 不會被ICO禁止的一個身份呢 可以幫大家投地 我突發奇想想說 我這個護照 剛好可以成為白名單 那白名單 你也沒有獻我總額嘛 那我就來幫大家投ICO項目 只是 我每一筆呢 我都要抽10%的過手費 當時我原本以為 抽10%這個手續費呢 高的離譜 讓人沒有人想理我 殊不知呢 我的私訊呢 開始想起了 真的有蠻多人來找我帶頭的 我那時候想想 如果你的目標是 就希望這個ICO出來的coin 是要翻百倍的 那麼 付個10%手續費 可能覺得還好 所以當時呢 有投資者要給我200個ETH 那我就是 過手抽走20個ETH 所以幫你帶頭180個 到你的ICO項目裡面 那如果配合的好呢 量大 我在額外給你做優惠 以2017年的ETH 一顆的一報價呢 大概是15000塊台幣左右 當時我是經手了 400多顆的ETH 加上一些 我因為量大而給的優惠呢 實際我過手收到手續費 大約有35顆ETH 那麼賺到了這35顆之後呢 我又結合了我自己 寫程式的能力 然後我就去掛著做借貸機器人 在各個平台上面做一些放貸 那中間呢 也有靠薪水持續加倉 累積我虛擬貨幣的資產 當時因為ETH跟BTC的價格有一些波動 那我整體來說比較看好BTC 所以我在中間轉手的過程中呢 我就換成BTC 繼續掛借貸 所以當時我的資產呢 就一路從大概4.7顆的BTC 掛借貸掛了一整年 來到了5顆左右 這裡呢各位算一下 2021年的11月左右 比特幣的報價呢 一顆大概就是200萬台幣 那我有5顆的話 豈不就是 欸? 1000萬台幣 對吧? 那到這邊呢 事情沒有大家想的這麼容易 它其實是一個急轉直下的劇情 因為我其實第一次碰到的投資呢 就是區塊鏈 在這之前呢 我完全沒有任何的投資經驗 不管你是說股票啊 基金或是其他的 很有趣的是 當時在2018的年末呢 比特幣跌到3000美金以下 加上呢 我看到我自己臉書 長期在追蹤的一個 傳統的理財投資老師 他呢 他偶爾在一些臉書上面 會發一些跟比特幣相關的言論 說欸 遲早會歸零啊之類的 當時我想說 啊 這樣子經歷過大風大浪 有投資經驗的一個老師 這話肯定有道理 與其我相信自己 我不如相信一個有經驗的人 基於恐慌心態呢 我就把我身上僅有的5個 比特幣給全部變現了 這裡給大家看一下 我在2018年的出售紀錄 你可以看到我3顆2顆 欸 5顆就直接賣掉 套成台幣出廠了 那我知道你看到這邊 一定會想說 啊 Nick你也沒賺到這筆錢啊 是的 沒錯 如果你打開我這個頻道上面的 banner呢 其中有一條是講成長 對吧 所以呢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過去 因為這樣子的經驗呢 所帶來的成長是什麼 有時候呢 我覺得機緣來的太快 心理建設還沒有 逐漸的茁壯的時候 不是你的呢 真的會拿不住 尤其我這樣子 完全還沒有投資經驗的情況 一個恐慌啊 都可以讓我失去理性的判斷 更不用說我參考了 傳統的投資思維 來看現在區塊鏈的世界 顯得太過自以為是了 我認為每一個時代 都會有不同的時代紅利 也許在三四十年前呢 房地產就是我們爸媽 那個時代的紅利 只要認真工作呢 房子是買得起的 想不到他們那個時代 買的房子呢 隔了幾十年之後 反而是多數人 碰不起的一道高牆 但這個時代買房子 還會是時代紅利嗎 我想在螢幕面前的 你可能各自都有不同的答案 但這幾年呢 區塊鏈產業不斷的發展 它有沒有可能成為 這個時代的時代紅利 我認為現在很多 還在基礎建設的發展時期 還有很多資訊不對等的 賺錢機會 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 你沒有辦法賺到 你任職以外的錢 在這個資訊量噴飛的時代呢 只有保持不斷學習新事物 並且不斷提升自己的認知呢 才能創造 或者是抓住下一次的機會 雖然到這邊呢 當初NIC我並沒有抓緊 這個可能變成一千萬的比特幣 但我認為投資 還會有下一個一千萬 甚至更多 因為市場在呢 機會就在 不論你喜不喜歡區塊鏈這個產業 認為它是詐騙 泡沫也好 它呢 在我所屬的這個行業領域 我的了解中呢 它持續在成長當中 那麼今天就分享到這裡啦 如果你想繼續聽我的區塊鏈故事啊 或者是區塊鏈的程式開發等等 甚至是投資之類的 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會再和你分享更多 關於區塊鏈相關的內容 別忘了給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NIC 在地上股的工程師 那我們就 下次見啦 比特幣呢 欸 我的比特幣呢 欸 比特幣不見了 我的比特幣呢 我的比特幣呢 欸 你 股子